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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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看到采摘后的新鲜枸杞在称重后 被装入一个个可以漏水的塑料框内 并将四五个塑料框叠加在一起 然后被加入添加了亚纳的水 记者发现从几个装满新鲜枸杞的塑料框里漏下来的水 颜色也呈现出红色 就这样所有的新鲜枸杞都要被亚纳水浇灌一次 然后等待十分钟左右 这些枸杞被装车 然后被拉到一个晾晒场 在这里枸杞将会被晒上十天左右 然后被收购伤拉走 那么这些加入亚纳的枸杞与普通枸杞 除了颜色上有区别之外 还有什么不同呢 你这个阳光看一下 你在这个收骨气端中 你那个口味脚尾的 那个东西它有点酸 就有亚纳的花酸 然后它如果一些 那枸气你在用脚脖 长到这个亚肠上 酸就很难受到 你要正常的话 它就口感比较很甜的 在地头记者看到 装有亚纳的袋子上写着 食品添加剂 在饮食行业 亚纳也经常被作为一种防腐剂 添加在食品里 但是根据卫生部颁发的 GB2760-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关于胶亚硫酸钠的使用剂量 记者看到这样的规定 经表面处理的鲜水果的最大使用量 是每公斤0.05克 水果干类的最大使用量 是每公斤0.1克 因为胶亚硫酸钠的主要成分 是二氧化硫 所以规定中的最大使用量 是以二氧化硫的残留量计算 那么诺姆红农场这些枸杞中 二氧化硫的残留量是多少呢 在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工作人员对来自诺姆红农场 被加入亚纳的水浸泡过的枸杞 进行了检测 检测结果为每公斤0.28克 因为在添加剂使用标准中 没有针对二氧化硫 在枸杞中的剂量 所以一般都按照新鲜水果类 或者水果干类作为参考 而诺姆红的枸杞 比新鲜水果类的最大使用量 0.05高出了5.6倍 比水果干的最大使用量 0.1高出了2.8倍 记者了解到 如果按照国家规定的剂量 在枸杞当中添加胶亚硫酸钠 只能起到防腐作用 无法让枸杞的颜色鲜红艳丽 一些不法经销商就加大了亚纳的使用量 导致残留在枸杞表层的二氧化硫超标 而二氧化硫进入人体口腔 很容易被湿润的棉膜表面吸收 生成硫酸或者是亚硫酸 造成人体中毒 轻度中毒的时候会发生流泪 咳嗽咽喉啄痛 严重中毒时能在数小时内 发生喉水肿甚至肺水肿 那些用胶亚硫酸钠水浸泡枸杞的人 难道不知道这样做的危害吗 那你们干嘛要放亚纳 颜色好买的枸 我们买加价好 在一个地方 它是有点感觉 爱放一只放一只放二只放二只 放三只放三只 它是这么高 它肯定调标 据记者了解枸杞中使用亚纳 几年前在诺木洪并没有引起注意 从2012年开始 当地有关部门开始禁止枸杞中添加亚纳 记者在都兰县人民政府网站上看到一篇 2012年的有关全县枸杞采摘加工销售工作情况的文章 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以用亚纳染色过的色泽视为好品质等不正当现象 产品质量无法得到有效保证 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 都兰县就禁止枸杞中添加亚纳 那么如今面对晒场上的问题枸杞 当地有关部门会不会来查呢 来的也不问 它名字方亚纳 它一看颜色也能看出来 那么来这里收购的收购商们 面对这些问题枸杞又会是什么态度呢 在一个晒晒场 记者碰到了一位从宁夏来收购枸杞的收购商 你们一来就认识这个方亚纳了 那么咱不认识 我们干的不认识 方位不方就认识 那你还敢要啊 那咱不能要 我们这个方购枸杞都为了挣钱 我管他 我们钱挣的就是我管他 这都是他国家的责任 不是我们的责任 国家应当要管这个东西 我们这个收购枸杞就为了赚钱 亚纳究竟是从哪里买来的呢 在诺木洪 记者走访了一家农资销售店 了解情况 我们想看一下这个亚纳有吗 没有了 你这边就卖完了还是什么 完了 在宁夏和青海 枸杞在运输中也要接受检查和检测 那么这些枸杞在运输环节 会不会被查呢 离开这家农资经销店 记者又来到另外一家店铺 了解关于亚纳的情况 你这卖那个亚纳吗 亚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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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查呀 不查 查是查 亚纳就不买 亚纳不买 嗯 有的里面不买 哦 对 亚纳卖多少钱 亚纳卖一点点 你百个钱一带 这亚纳是五十斤 五十斤的又十五斤 虽然亚纳是被当地明令禁止使用在枸杞中的 但是为何一年还能销售十四五吨呢 对此当地有关部门又会做出什么样的解释呢 枸杞当中 是不是还在添加亚纳呀 没有啊 一二年以前 这种现象还有一部分存在在 现在不存在这么近 据我们了解还是存在的 现在不会吧 现在一定不会 这两年我们从政府到重置 九种关系下这一刻 咱们做的工作也相当力度也相当大 这方面基本上 还做的还算可以 应该说是基本上 你不能说是百分之百没有吗 基本上没有 俗话说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不能因为少数人的不法行为 影响整个行业的声誉 希望当地管理部门加大差出力度 杜绝非法添加的行为 让枸杞行业能够健康发展 在这儿呢 我们要给大家提个醒 越是颜色鲜红艳丽的枸杞 就越要慎重 买的时候呢 尽量先尝一下 亚纳超标的枸杞吃起来 口感会发酸 如果站在牙床上 牙根会很难受 而像那种颜色方案 正常的枸杞 吃起来口感会比较甜 下节预告 农产品资产自销 想顺利出售 却麻烦重重 快递逃不下箱 好想没人愿意了 电商服务难波及 快递为何不下箱 更多内容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收看 欢迎回来 买保险 就是希望万一出了意外 能够减少损失 如果买了保险 却得不到赔偿 这事搁谁身上都得恼火 这不河南领保一些大枣种植户 就遇到了保险公司 拒绝赔付的情况 这究竟是什么保险 为什么被拒绝赔付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10月26号 我们栏目播出的节目片段 发牢骚的农民叫赵宝波 是河南省领保市大王镇后地村农民 以种植枣树为生 今年他的30亩大枣 几乎都烂在了地里 你看全部是坏的 多长大线 整场下桌是9月10号 9月13号开始下雨 你下雨以后一直就不清 把这桌全部下来了 68岁的高兆敏 是村里第一个向保险公司报案的 保险责任究竟是怎样约定的呢 从三门峡市商品林 森林保险理赔实施细则里可以看到 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为 因火灾暴雨暴风 洪水泥石流冰雹 干旱 霜冻 森林病虫害造成的保险林木的损失 韩建立解释说 从保险责任看 保险合同保的是果树而不是果实 保险责任必须是在主干断裂的情况下 果木树木死亡的情况下 才赔付了这个损失 严格按照条款来 他这次的损失应该是不在保险责任了 因为他够不成这个暴雨 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事件有没有新的进展 村民家里的枣卖出去了吗 在村民和保险公司僵持不下的情况下 村民的损失怎么办呢 你看到这个东西 卖家来就必有 卖不出去 你给咱们都不能吃 这家都不先两眼说 都不能吃 我前两天干洗洗 拿去你看他都整个 整个人一天都没了20块钱 破了一半天楼 时隔五天后 事件有没有新的进展呢 农民们现在得到保险的赔偿金了吗 记者又一次联系了农民赵宝波 询问了最新情况 我们当地领保这个汪经理 他打电话 他让我签字了 同意这个30块钱 我说我不能代表这个村民 原先是30村民不愿意 现在还是30村民肯定不愿意 保险公司对此次赔款 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应该是补偿吧 当时就是已经鉴定 这个也都不在保险责任 现在就我们跟省公司也沟通 适当了一些补偿费用吧 就是协商把这个补偿金 再提高一下是吧 这个具体没有这个意向 当地的政府和林荫波 沟通沟通再说吧 但是今年是四年阶段吧 现在还没有强行推开 可能过程中会有一点 不完善的地方吧 本来是帮助农民 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汇能保险 不能好看不好用啊 希望当地政府能够负起责任 调整保险责任范围 让汇能政策能够落到实处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快递 双十一快到了 这个原本的光棍节呢 现在已经是各大电商 大促销的代名词了 各种形式的快递公司 延伸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 想买点大件啊 鲜货啊 都能够送货上门 然而这种现代物流 带来的快捷服务 在不少的农村依然还是天上的星星 看得见够不着 他叫刘东 是四川省青神县双龙桥村村民 他家是当地出了名的腊肉加工专业户 这两年他又开了个网店 通过网上销售他们的薰辣油 生意红火了 订单越来越多 每天他们都送两批货到县城 再通过快递发往全国各地 他们把货送到城里的门店进行分装打包 把单子填好后再请快递到门店来取货 不知为什么不少快件快递不接单 和刘东不同 中延村的吴永志 他家一年四季销售的是鲜活农产品 对快递的依赖性更高 如果是送生态鸡 从斩杀到送到客户手中 最多不能超过三天 土鸡蛋不能超过四天 可快递不上门 这让他很苦难 没有办法 每年十多万枚鸡蛋 两千多只鸡就像这样 自己先打包真空包装好了 再送到县城快递点发货 快递为什么不下乡呢 赚了一元钱 我过来成本就得花八九十 小小的这个也没有门牌号 也不好找 可这离县城不到三公里的兰沟村 快递也从没有上过门 而且这里的村民家家都有门牌号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官网上查到如果我们派送的地方 我们绝对会派送 如果是官网上官网上面没有派送的那种的话 客户和我们公司都会理解我们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三农时序 农业部日前举办年轻干部专题培训班 学习成果交流座谈会 农业部部长韩长复强调 年轻干部要进一步加强党性锻炼 坚定理想信念 提升理论素养 带着感情激情热情痴情 为农民服务 乐于到基层接地气 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奉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云南省丽江市政府农商携手开拓市场 作为我国纬度最北端的芒果生产区 产的云南华平晚熟芒果 不仅畅销我国大部分省区 还返销海南等地 最远销售到阿联酋迪拜城 年产值达6亿元 成为当地增收致富的金芒果 这个芒果在全国的芒果里面 是晚熟一个月 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王继华是巴延闹尔郎山农场的一名职工 眼下他又要为明年春天种地准备化肥和种子 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他直接用手机在核套农村商业银行开办的微信商城下个订单 一切就办妥了 刚刚我买那个葫芒 你再手降一点 最起码这个 我们方便多了 不用出家 货到了给你付款 微信商城是核桃农商行借助农信银的支付清算系统 和内蒙古自治区信用联社的网络平台而创办的 农牧民在这里购买农资 不仅价格便宜 而且质量有保证 除了微信商城 闪霸农商银行开通的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 也越来越受到当地农牧民的青睐 巴延闹尔是全国向日葵和南瓜子的重要生产基地 以前每到秋季收购季节 各商贸公司门口就排起了长队 交售的人多 而且办款手续非常繁琐 现在农民再来卖葵瓜子 南瓜子 直接通过网银转账 比使用现金提高工作效率近四倍 前九月的存款 九少年全年存款增加了3.5亿 其中第四银行产品的供协率 再到了百分之五十 以前中央电视台农业节目 制服经栏目成判的 保信内蒙古创业峰会 在呼和号特市举行 峰会现场四位创业榜样代表 分别带着他们的创业高招 与内蒙古自治区近400名企业家创业者一到 就创业过程中如何发现商机 如何创新商业模式等 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据悉本年度三农创业制服榜样评审推介活动 还将在四川省广安市 山东省济南市浙江省绍兴市 举办三场创业峰会 为推动创业带动就业 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西藏亚东鲑鱼 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 联系电话0892-822-2228 西藏日喀泽清科 岁大利多千利重高营养丰富 联系电话0892-882-2095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前来给更多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你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看浏览 感谢收看聚焦三农 明天见